乐极生悲,边打电话边吃鱼大妈,险,因鱼此卡猴丢了性命,记得小时候每逢吃鱼,爸爸妈妈,都会告诫孩子不要说话,担心被鱼此卡住。 而前天晚上重庆九龙坡的驴大妈,只因带进餐时接听了一个电话,结果被一根2.5公分长的鱼此扎进了食道。 情况十分危急10月27号,是周末黎大妈,特意煮了一条大花莲一家人边吃边聊,不料一个电话打进来黎大妈,乐极生悲,一根鱼此扎进了喉咙里一开始。 黎大妈按照民间偏方吞饭团,喝米醋可一番折腾下来却无济于事,鱼此似乎在喉咙里安营扎寨,到了第二天下午黎大妈,从胸口到后背感觉疼痛难忍,家人急忙将她送往附近的中民耳鼻喉医院CT检查的结果,让医生大吃一惊。 这个鱼此已经穿过了咽喉进入食道,处在食道中断主动脉弓的位置。 一旦鱼此刺破主动脉弓黎大妈,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医院,决定为鱼大妈实施紧急手术。 考虑到鱼大妈的身体状况和手术难度医生,先对鱼大妈实施了全身麻醉,然后通过食道剑将鱼此顺利取出医生。 介绍异物卡猴,或吞食异物的事件时有发生,救治不及时将威胁到生命安全。 因此提醒市民在进食时,特别是食用带尖锐骨头和鱼类等食物时,要谨慎尽量避免弹效。 如果发生异物卡猴的情况,要及时就医切记自行,才用土办法强行吞咽否则一旦造成食道损伤,将会增加手术难度及风险。 客人是有西 Readyุ座生 subjective risk! 太鱼被罢了大的社会督溶划後亡属疫情迹没问题! 空神和天 fonction上是有的形状况。 如果 Cindy shelf独断的装作,我好大家与那一甩倍速行得介绍的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